难分罪性 门世就容易 始终胜负只有天知 去杀后得多自行 等身为我先 为了庆祝TVB五十五周年台庆 特别制作音乐项目 邀请两代副代表性的歌手 合作翻唱金曲 这天堂哥叶振堂 就和闪正芳现身录音室 一起重新演绎《忘尽心忠情》 和经验丰富的前辈 兼是歌曲的原唱者合唱 平时淡淡定的Archie 都直应有压力 有挺大的压力 因为这首这么经典的歌 我们重新编曲之后再翻唱 自己的情绪和技巧 一开始收到这首歌之后 自己都练了很多次 很害怕到不了位 但刚才监制说你很情深 因为Johnny一直监制得好 所以慢慢一件一件事 他形容给我听 然后再带入情绪 其实我觉得每一次 跟前辈合唱都是一个很难听的机会 所以希望会有多些这些机会 因为自己都会学到很多东西 近年不少歌手都翻唱旧歌 堂哥多年来唱出无数经典金曲 不知道哪一首是他心目中金曲中的金曲呢 其实TVB我唱了一个主题曲都是很多套的 我最喜欢的是《望尽心中情》 苏乃伊 而且我最初听到这首新的音乐 我觉得是很现代感 我有一幅图画的 我听旧的音乐就是《苏乃伊》 法国 听新的音乐 我发觉是另外一个画面 就是法国的《赌神》 现代的 很棒啊 很棒 到时是否要这个颜色来演出 是否要这个颜色 想想 音乐人Johnny Yim 负责策策划这次音乐项目 这日他都亲自解释以什么准则 去挑选每一批合唱的歌手名单 他还说 今次整个项目 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大挑战 我最初是因为声音 声音我觉得那个油韧度很相似的 然后我分配了那个唱法之后 我幻想着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就是好像一个很年轻的主角 唱 然后一个很资深的主角 就是他自己大了之后和自己年轻的合唱 好像两个空间慢慢开始越来越近 就在编排曲风那方面 就是会不会都有一些困难呢 就是因为现在变成了合唱歌呢 其实整个project都是超难的 因为全部都是一些太多代的香港人 都耳熟能长的东西 我唯有完全不拍戏 拆掉它 总之一有东西保留就不要 总之一听过的东西不要 那才做得舒服一点 所以我已经是冩了出去的 我不管的了 哈哈哈 感谢大家